更多的国际新闻资讯 我们要用Googlechats带大家来热搜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后面是美国的热搜话题 那真一来帮我们分析到底是什么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呢 是一个美国的好莱坞女星 叫做Raquelle Wedge 那她其实呢是最近刚好过世 她享受是82岁 她是蛮算是一个蛮传奇的女星 因为她是不只是女模特 她还是演了很多很多的电影 甚至有得过金球奖的这个最佳女主角 但当时呢她是演了一部片叫做大洪荒 然后她在里面呢就是有穿了一个 用鹿皮做的比基尼 然后那时候非常的 她算是那种性感健美型的这种女星 然后这张海这张剧照呢 那时候是就是这个大洪荒电影的非常 上面非常畅销的海报 所以她就变成一个海报女了 那我自己对这个女星比较有印象的时候呢 是这个电影台在播这个很经典的一个电影 刺激1995 非常经典 对那那个主角这个提姆·罗宾斯 她在监狱里面就是为了要掩盖 她偷挖那个洞嘛 然后她就外面那个洞外面盖了一个海报 那海报上面的女星就是她了 对所以这个算是蛮经典的一幕啦 然后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影迷 蛮对这个事情是感到相当不舍 因此登上了热搜 她82岁嘛 还算是蛮高寿的 好那我们再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话题是这个纽西兰地震 我们知道纽西兰在前几天不是才有这个预风让他们淹大水吗 然后还进入了紧急状态 对结果他们在15号晚上7点多又发生瑞西规模6.1的地震 这阵度深远大概是48公里 当时没有发布海啸警报 但纽西兰全国大约有6万人感受到了剧烈摇晃 那我们知道最近土耳其跟这个叙利亚的强症意外 让大家对于地震是蛮担心的 就连台湾这边也一样 也一直不断有一些地震释放能量的状况 好那纽西兰其实是处于4万公里的环太平洋火山带 那它是遭这个阿尔卑斯断层带贯穿 那这个断层是太平洋板块印度板块跟澳大利亚板块的交界 所以地震发生的频率本来就很频繁 但是在2021年有一份报告说 纽西兰有75%的几率 可能在未来50年会发生规模以上7以上的地震 那这件事情就让大家很惊吓 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在公路的这个修整上面都有增加韧性 不然你看像土耳其这次有那个公路直接断成两半 这种状况可能在纽西兰会很常见 但纽西兰是岛国 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比较忌惮的 好所以这个建筑物的部分 他们也在做这个上层下层 就是反正做好所有的防震的措施跟因应 那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全球的板块的 这个运动好像蛮频繁的 从这个土耳其跟叙利亚地震之后 然后早上这个台北啊花莲啊 也是有一些这个地震 所以大家就想说真的是防震的准备要做得很齐全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 日本算是一个社会案件 因此登上热搜 他这个登上热搜的关键字叫做穿口并目邮局 那主要是说这个岐浴县这个穿口式的一个邮局 发生了一起这个抢案 那歹徒呢到这个邮局以后呢 他是抢了大把的现金之外呢 他还拿这个历任是有割伤的两名工作人员 其中一个伤势蛮严重的 而且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然后后来其实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找到嫌犯 只知道他大概是年约30岁 然后身高165到170公分左右 那这个发生事情的这个邮局他其实是位在旁边就是很多商店啊餐厅 然后附近还有一个JR车站 所以算是一个蛮热闹的地区哦 那警方也因此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避免发生危险 所以日本的热搜是他们的社会案件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南韩哦 南韩的热搜是一个韩国的女团啊 叫Brave Girls 其实我对他们不是那么理解跟了解啊 我还是有去搜一下资讯才有加知道他们哦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蛮传奇的一个女团啊 怎么说我们带大家来看啊 他在2021年一个Rolling的一曲爆红 获得了高人气 结果呢最近他们说这个经纪公司说 他们这个四位成员在这个七年的合约到齐了 所以在发行这个新曲Goodbye之后要正式解散 真的Goodbye 真的Goodbye 对好 但是哦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他因为那个Rolling这个歌爆红 但过去哦这个Rolling是在2017年发行的一个歌 所以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又再唱了这个歌之后 又再度翻红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段很沉迷 然后后来又唱了旧歌之后又翻红 所以也蛮奇怪的哦 然后当时这个翻红之后还登上了音乐榜单的第一名 然后成功打开了知名度 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们取了一个称号叫做逆袭女团哦 真的是大家都很漂亮很漂亮 然后后来又有很多知名的综艺节目他们都有上 结果呢在热度减退之后 他们曝光的机会又大减 所以在去年这个三月之后就没有再发行过新歌 然后原来的这个订的演唱会就因为疫情被取消 啊所以本来红了 本来默默无名红了 然后又默默无名 然后现在宣布解散 对所以很多他的歌迷好像就有点不太满意 这个唱片公司跟经纪人的安排 觉得说哎好不容易这个他们成绩稍有起色 结果没有好好经营 然后这个让这个Brave Girls变成说要解散 蛮可惜的 对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哦 香港的热搜关键字呢是英超的球队啦曼城哦 主要是说这个最近有一场这个曼城跟冰工厂的比赛 为什么会成为焦点呢 因为他们两个几乎是在积分上面是非常接近的 那最后呢这个是曼城是以3比1取胜哦 然后冰工厂是他第一次这个本季呢 在主场上面首度的失利 那目前呢在这个英超的排名上面呢 两队的积分都是51分 但是呢曼城的这个进球数比这个冰工厂还要多 所以说他目前还是是排第一的 但是冰工厂所以有可能会随时超越曼城了 那去年呢转到曼城的这个哈兰德球星哦 他是这个季度呢对为这个曼城呢 他出赛了30场 那他就已经踢进了32颗球 所以他在英超其实就有踢进26颗球 算是英超的进球王 这个蛮多的香港的观众朋友都会看英超的球赛 因此登上了热搜 对感觉英超这个球赛又回到我们的Google Chain热搜 很多国家都是 我确实觉得外国对于国际赛事跟体育赛事是蛮重视的 像CNN我看他们中间都会有这种体育快报等等的 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 虽然他那个是新闻台 但是体育做的非常的多 对所以跟台湾还是有点小小不一样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的热搜话题 果然我们跟钱是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房贷补助啦 好房贷补助这件事情 其实是行政院在礼拜四的时候拍板 因为他们有开行政院会这个房贷补贴 那对于这个大家听清楚哦 如果你只有一笔自用性质购置的住宅贷款 然后名下持有一户房屋以内哦 那在110年的家户所的合计是120万元以下的话 然后你原始核贷的金额是台北市 850万元的话就可以来申请哦 那这个其他县市是700万元以下 那申请的话你就可以拿到 这个一年大概是3万块的补助 那只有一次给 那就是我有去问一下内政部 他们说就是一个月大概是 3000块左右的补助 那一年大概就是3万块 那他们就说可以减薪大概55万房贷族的负担哦 那对象就是已经有贷款的人哦 不是你未来要买房子 所以这也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228是一个基准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租金补贴 所以除了房贷补助之外 还有一个租金补贴 那这个租金补贴的最新的方案是 他下回到18岁以上你就可以申请 好但是大家就有在讨论说 这个房贷补贴 刚才台北市不是说这个核贷金额是850万吗 那我们知道核贷大概是8成左右 那8成左右如果你贷850万的话 大概房子是1200左右 但是台北市买到1200房子吗 所以大家就是说 这个补助就是看得到吃不到 对啊 或许有一种可能性就已经单身足 然后你买那种小坪数的套房 或许有可能 对所以我看到网络上面 其实房贷这个就是这个房贷补贴的相关的文章 流量都跑得蛮好的 但是真的就是如同刚刚一轮讲的 在台北市要找到1200万的房子真的是少数 所以说这个补贴化可能啦 比如说中部南部是比较有可能拿得到的 对像我自己就看过这种 30 40年的老房子 是 他大概只有17平 他也要买1500万以上 那就无法用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种真的很难啊 就是可能政府官员要去买个房子才会比较知道 现在社会的状况是什么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新加坡 新加坡他们关心的是 美国的一起这个火车出轨案件 这个我们之前在前几集的节目有提到 他其实就是在二亥二洲这个火车出轨意外 然后这个火车的这个车厢呢 有几个车厢是有化学物质 然后现在撒出来就是民众很担心 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环保署 这边就是说他解除了这个紧急的状态 但是就让民众很不满 因为他就说其实当地已经有大量的动物死亡 然后还有很多的居民 都有身体不适的情形 然后你现在环保署却声称说 他们在这个附近并没有检测到 这个令人担忧的化学物质的这个水平 并没有太高 然后那个紧急疏散力呢也撤回了 但是很多民众还说 除了我刚刚提到这个大量的动物死亡 然后民众身体有不舒服之外呢 他们整个镇上呢 是弥漫了很刺鼻的这种化学的气味 而且眼睛似乎还有点热热的感觉 所以说很多的居民担心说 因为这个小镇的人其实不多 大概只有5000人左右 他们很怕说这个事件 好像政府就是让他就这样盖过去了 不好好的来处理 甚至说担心说 被联邦政府遗弃 然后来封锁消息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环保的团体 还有这个环境的这个倡议者 他讲说呼吁白宫呢 要立即的要采取行动 需要拿出更多的心力 来处理这一起火车出轨的这个事情 才能够让附近的居民 能够安心的居住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we'll see you today 算订阅并且